培养孩子情商用故事给孩子最好的启蒙 这里是由酷吻音乐独家播出的精选儿童成长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 嗨小朋友们好我是诚意哥哥 你相信小狗可以捉到铺子捉到老鹰 还能捉到老虎吗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一只特别厉害的小狗 它叫琪琪 有一天小狗琪琪在山上正玩得起劲 忽然一只大灰狼朝它奔了过来 狼的嘴里还叼着一只兔子 琪琪见到了吓得大叫起来 大灰狼听到狗叫的声音 以为猎人带着猎狗来了 扔下兔子慌忙就跑 小狗琪琪看见狼逃走了 连忙掀起狼扔下的兔子 朝山下跑去 一路上琪琪心里想 嗨我的运气倒不坏 捡了一个兔子 琪琪回到了家里 她的朋友大牛 白马 山羊 看见他嘴里显着一只兔子 觉得很奇怪 琪琪神奇地说 瞧 我的本事多大 在山上捉到了一只兔子 过了几天 琪琪又上山上去玩了 看见一个猎人 举起猎枪 朝天空 开了一枪 打中了一只老鹰 那只老鹰嗖地 从天空掉了下来 正巧 落到了琪琪的跟前 琪琪心里想 嗨 好运气又来了 一只老鹰 白白送上门来了 琪琪 掀起老鹰 回家去 朋友看见了 更觉得奇怪 琪琪更神奇地说 瞧我本事多大 在天上捉了一只老鹰 哼 抓老鹰还不算稀奇 我还会打老虎呢 大牛白马山羊听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作声 过了几天 小狗琪琪又上山去玩了 忽然 树林里 刮起一阵风 树叶子给吹得哗哗哗响 接着 跳出来一只大老虎 琪琪琪吓得飞快地逃走 老虎飞快地追上来 琪琪逃呀逃呀 老虎追呀追呀 琪琪掉进了泥坑里 心里想 这下子真的要没命了 救命啊 救命啊 老虎 老虎对着小狗 琪琪吼叫 我听说你本事很大很大 捉到了一只兔子 一只老鹰 你说还能打赢我 是吗 琪琪一边哭 一边说 不不不 这些都是我吹牛 吹出来的 老虎大王 饶了我吧 这时 老虎把身子一抖 抖下一张皮毛 哦 原来老虎是白马甲般的 大牛和山羊 也从树葱里走了出来 一起把琪琪 从泥坑里救了上来 爱吹牛的小狗琪琪啊 羞得低下了头 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谎言迟早都会识破的 而且说 吹牛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一定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去耍小聪明 不然 当谎话被拆穿的时候 会很难堪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还要想听什么故事 可以留言 告诉诚意哥哥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7 6 中心 1 3 4